尊敬的普京总统 我亲爱的老朋友 很高兴 用你邀请来到 俄罗斯古城喀山 大约400年前 连同两国的万里茶道 正是从 喀山经过 将来自中国五一山地区的茶叶 送至了俄罗斯的千家万户 回首所活的路 中国关系风雨兼程 砥砺前行 取得一系列开放性成果 探索出 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的相邻大国 正确相处之道 当前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边局 国际形势 变乱交织 但我坚信 中俄世代友好的生活情谊 不会变 既是为民的大国担当 欧阳 欧阳 dr předstam tradicione различных винодействия BRICS 我是在互相容上的期待,和互相容上的零件,和互相容上的一代,和互相容上的一代.